上周末我去大阪三天两夜 住这间新栽桥长绝同哈顿酒店 饭店是在阿古达找的 我设定的目标 后来选这间 不含早餐两碗的价钱约6000块台币 可是后来结账时被加了一些税 饭店在四桥站旁100多公尺 饭店旁边就是一间24小时营业的超市 再过去就是四桥站的2号路口麦当劳 还有24小时营业的SKi家 在一楼登记入住 要再付200日币的税 二楼有餐厅跟微波炉等设施 三楼以上都是客房 整层禁烟 一楼有戏宴室 我订的双人房是16平方公尺 约5平 我选两张单人床 一楼 鮭浴室白色系 鮭浴室白色系列 有勉制碼頭 蒸腳 鮭浴室白色系列 鮭浴室白色系列 这桌子椅子我觉得有点多余 电视频道不多 窗景式建筑物 饭店旁边有一间24小时营业的超市实在很方便 半夜肚子饿有便宜的便当寿司小菜等可买 饭店出来左转先是24小时超市 然后马上就到四桥站的二号入口 走路只要一分钟 是大阪住宿蛮不错的选择 是大阪住宿蛮不错的选择 是大阪住宿蛮不错的选择